冬季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现在只剩下团体赛还未结束 北京时间8月4号 在乒乓球女子团体半决赛当中 国平女团以3比0的比分战胜了德国队晋级决赛 而在另一场半决赛当中 日本队也战胜了对手晋级决赛 国平女团和日本女团将在决赛上争夺金牌 本季奥运会乒乓球项目上 中俄队和日本队制造了许多话题 这次女团决赛又会产生怎么样的新话题呢 伊藤美城扬言要冲击三枚金牌的愿望能否实现呢 国平实力的强大全世界球迷都知道 尤其是中国女拼 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统治拼弹的大魔王 在冬季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赛上 中国女拼一路3比0横扫 分别战胜了奥地利、新加坡和德国队 可见中国女拼三位大将的实力非常强 27岁的陈梦是当打之年 刚刚获得冬季奥运会女担冠军 孙颖莎是银牌得主 只有小将王曼女原本是皮卡选手 是顶替刘诗文出场 他们三人都可以出任女单比赛 教练李笋可以根据对手情况 来安排由谁出任单打 由谁出任双打 中国女拼在女拼决赛上的对手 是由伊藤美城领衔的日本队 日本队有主场优势 而且伊藤美城在混双决赛当中拿下了金牌 女单比赛中拿下了铜牌 势头正胜 此前伊藤美城还扬言要冲击混双 女单和女团的三枚金牌 在女单半决赛上 伊藤美城被孙颖沙横扫出局 这次女团决赛 伊藤美城只怕又要崩溃了 因为中国女拼的三位大将 都堪称是她的克星 伊藤美城搭档水谷笋 在乒乓球混双比赛当中 击败了刘诗文和许欣 获得了金牌 赛后许多日本网友都沸腾了 甚至称呼伊藤美城 是日本队的大魔王 伊藤美城也扬言会向混双 女单和女团三枚金牌发起冲击 然而打脸来得太快 在乒乓球女单半决赛上 孙颖沙三比零 直接横扫了伊藤美城 赛后伊藤美城伤心的哭了 表示这并非自己的真实水平 自己不会放弃 在女团比赛当中 还会重新再来 伊藤美城固然勇气可嘉 但现实可能比较残酷了 因为日本女拼实力最强的 就是伊藤美城 而伊藤美城 无论是对上中国队 三个人当中的哪一个 都没有胜算 孙颖沙刚刚在女单半决赛当中 三比零横扫了伊藤美城 陈梦是女单冠军 对阵伊藤美城几乎没有输过 而王曼玉和伊藤美城 一共交手十次 王曼玉八胜两负 具有战绩优势 其中在2019年 两人有过三次交手 王曼玉也是两胜一负 占据优势 论对阵伊藤美城的战绩表现 王曼玉仅次于陈梦 甚至比刘士文还优秀 虽然刘士文缺阵了 无法一雪前耻 但王曼玉完美顶替了 刘士文的位置 因此面对实力强劲的中国女拼 伊藤美城恐怕要崩溃了 日本队也恐怕与金牌无缘了 如果日本队拿下女团比赛的银牌 那么伊藤美城也在本交运会上 凑齐了金银铜三枚奖牌 作为日本队的大魔王 取得这样的成就也很难得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伊藤美城 还会被中国队横扫吗 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说出你的看法 关注体育圈瓜总 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了